美好的旅行像天堂,糟糕的旅游事業帳 大家好,歡迎收聽宵夜帳旅行團 我是各位的水團領隊Briant 昨天是要補班的日子,明天馬上又要上班了 是不是覺得這個星期的工作,工作起來特別的辛苦 本來還想說會不會因為有颱風要來 所以可能補班的時候會放個颱風架什麼的 結果根本就無風無雨 而且像台中昨天還出大太陽 所以呢補班休假的這個計畫就失敗了 不過還好,這週的補班呢 是為了下個星期可以放四天的連續假期 原本也想說如果這個星期開始 台灣可以慢慢解禁的話呢 中秋節就可以跟朋友去聚會烤個肉什麼的 結果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台灣的疫情又再次因為Delta的關係 然後又馬上開始提高警戒了 所以現在連中秋烤肉的計畫也跟著泡湯了 現在只能祈禱,不要再回復到之前的三集就好了 不然好不容易餐廳也才剛開始慢慢開放內用 又馬上就要取消那就真的太麻煩了 因為其實像現在雖然部分的餐廳都已經開放內用 但是礙於防疫規定的關係呢 還是有很多不太方便的地方 像我自己前一陣子跟另一位朋友約在星巴克打算要喝咖啡聊是非 結果進去星巴克之後 發現雖然可以內用 但是每一張桌子都要距離1.5公尺 而且都是一張桌子配上一張椅子 所以像我們兩個人去的時候就要分開成兩張桌子做 加上那一間星巴克又不是屬於特別安靜的那種 所以像是我們聊天的時候都還需要特別提高音量 可是又怕去打擾到其他的客人 而且時不時還會有旁邊的阿姨回頭眼神關注一下 所以坐在那邊聊天說真的還蠻不習慣的 不過說到星巴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習慣 就是出國旅行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會想要找一下 或者是順路的時候順便進去當地的星巴克看看 當然每一個人不一定都是喜歡喝咖啡的時候才會進去星巴克 有的人可能就是想要收集星巴克的城市杯 或者是小熊之類的紀念品 那有的人就是想要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方來一杯熟悉的咖啡 當然也有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樣 去星巴克就是為了找一個乾淨可以休息的空間 然後吹個冷氣 順便看看還能不能蹭個網路之類的 像我的話可能還會多多少少的注意一下 各國的星巴克價格有沒有落差什麼的 另外也有很多的旅客習慣在不同國家旅遊的時候 買一些當地比較出名的咖啡豆回家 比如說去到義大利就會買個金杯咖啡 或者像伊犁、拉巴薩這種連鎖的咖啡豆 那到了奧地利就會買個小紅帽咖啡 但是有趣的是啊 一樣都是沒什麼在產咖啡的地方 但是大部分的旅客去到歐洲玩的時候就想要買當地的咖啡 可是今天如果是去土耳其的時候呢 你就比較少會聽到團員問說哪裡可以買到土耳其的咖啡 不過其實這也是蠻正常的 因為畢竟不是大家都能夠接受這種不但小小一杯 而且喝起來還會喝到咖啡粉的咖啡 而且啊如果真的要煮一杯 道地的土耳其咖啡其實也是蠻麻煩的 因為土耳其傳統的咖啡呢 是要用一種銅製的像是沒有蓋子的那種手沖咖啡壺 然後加進磨得很細的咖啡粉還有開水 之後呢就把它放在炭火或者是熱的沙子上面煮 煮到水滾之後出現泡沫之後呢 就直接倒進一個小小的咖啡杯裡面 那因為沒有過濾過的關係 所以喝的時候一般來說只會喝上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因為剩下來的部分就通通都是咖啡渣了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土耳其咖啡在煮的時候就要決定要不要加糖 因為煮好了之後呢 如果你加糖的話就不容易再把糖給化開了 而且土耳其咖啡喝的時候呢 也不會加牛奶或者是奶精 因為他們會覺得這樣子對腸胃不好的 不過大部分人對於土耳其咖啡來說 接受度還是不高的 但是呢雖然土耳其的咖啡接受度不高 而且土耳其的咖啡也不像歐洲其他地方的咖啡這麼出名 或者是這麼受歡迎 但是如果要說到歐洲之所以會開始嗑咖啡的歷史淵源的話呢 那麼土耳其可以說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很關鍵的角色 而且其實土耳其咖啡對於當地人的生活習慣來說也是有很多關聯的 再加上之前有聽眾朋友說想要聽聽土耳其的故事 所以呢這一期消略障旅行團的第16集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於土耳其咖啡的故事 說到咖啡的歷史呢 應該很多人都有聽過一個差不多的故事 就是有一位伊索皮亞的牧羊人發現他的羊吃了一種植物的種子之後呢 變成異常的活潑跟興奮 所以就是這樣子才發現了咖啡 那土耳其人是什麼時候開始喝咖啡的呢 據說是從阿拉伯半島的夜門地區傳進土耳其的 不過當時的土耳其並不是現在的土耳其共和國 而是俄圖曼土耳其 而且當時的阿拉伯半島上面的夜門就已經是俄圖曼土耳其的一部分了 因為從14世紀的時候俄圖曼土耳其就已經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 到了1453年的時候還成功佔領了當時羅馬帝國的軍事坦丁堡 改名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伊斯坦堡 後來呢經過好幾個賢人的領導者 一直到了第十任的統治者蘇萊曼大帝的時候 更是把土耳其變成了一個橫跨歐亞非 國土面積超過1000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 而咖啡呢就差不多是在這個時期傳進土耳其的 不過咖啡之所以會在土耳其受到歡迎的原因呢 跟宗教多多少少也有一點關係 因為當時的土耳其還是信仰比較傳統的伊斯蘭教 而伊斯蘭教的教徒呢也就是穆斯林 他們其實是不可以喝酒的 那因為這個原因呢所以可以讓精神振奮 但是卻沒有酒精的咖啡就成為了很好的酒精代替品 尤其是對於伊斯蘭教的其中一個分支 蘇菲教派 說到蘇菲教派這個名字呢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如果說到土耳其著名的旋轉舞 大家可能就比較熟悉了 那這個蘇菲教派呢其實是伊斯蘭教當中比較特殊的一個分支 有別於很多人對於傳統穆斯林的理解 蘇菲信徒其實是比較強調自身苦修跟禁欲的派別 而且呢也很重視早晚唱頌可蘭經的行為 但是大家都知道一整天的工作跟修行很容易讓人晚上的精神變得很差 所以呢那這個時候可以提神的咖啡就變成了蘇菲教徒很重要的一個飲料 不過蘇菲教派還有他們喝咖啡的這種習慣啊 並不是從厄圖曼圖爾奇時期開始的 而是在更早之前阿拉伯地區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那順帶一提的是呢 其實大家所熟悉的旋轉舞其實也不是一種舞蹈 而是由一位蘇菲派的重要導師梅夫拉娜魯米 他所推廣的一種修行和儀式 而在這個儀式當中呢 他們會戴上高高的帽子 象徵的墓碑 然後呢一開始會穿上黑色的袍子 象徵的是墳墓 那白色的衣服呢 象徵的就是在伊斯蘭教人死的時候要披上的白色獸衣 然後呢在動作裡面 左手朝上代表接受阿拉的祝福 右手朝下呢代表將阿拉的祝福傳給眾人 那他們逆時中不斷的旋轉呢 就代表世間的萬物都在不斷的循環 而同時呢也代表了他們人呢都是被愛跟真理所圍繞的 那在這些教徒呢 就是藉由這種長時間不斷的旋轉來達到天人合一的無我境界 那通常呢在土耳其的行程裡面都會在經過孔亞這個地方的時候 順便去參觀一下這個梅夫拉娜博物館 因為在這裡呢除了是一間博物館之外 它本身也是一間很有特色 然後有一個綠色尖塔的清真寺 同時呢它也是這個梅夫拉娜魯米的林木 這個地方呢在以前也是蘇菲教派的一間學校 只是後來呢在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了之後 因為國父開始全面推行西化 然後就把宗教類型的所有學校都關閉了 一直到後來呢才作為博物館重新開放給大家參觀 那像我自己在帶團的時候有的時候在介紹蘇菲教派跟旋轉舞的時候呢 就會跟他們開玩笑說這個旋轉的儀式 所謂的天人合一的無我境界 大概就是那種轉太久之後很暈很暈的感覺吧 希望大家跟阿拉都不會介意 所以因為以上的各種原因呢 咖啡就慢慢在土耳其流行起來了 而且呢在當時伊斯坦堡還開了第一家的咖啡館 一直到了1633年 因為當時的蘇丹穆拉德逝世的咖啡禁令 土耳其人才比較少在公共場合喝咖啡 比較特別的事情是呢 其實下咖啡禁令的這個蘇丹 自己其實也是喜歡喝咖啡的人 但是之所以他禁止人民在公開場合喝咖啡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怕人民聚在一起的時候會討論時事批評政治 而且人一多呢就容易鬧事甚至造反 所以他才會下令禁止咖啡廳 而且不只咖啡廳 就連水煙管也一起禁止 只要被發現人民聚在一起喝咖啡抽水煙 就把這些人通通抓起來丟到波斯普斯海峽去餵魚 那說到這邊 咖啡到底又是怎樣傳進歐洲的呢 這個就要講到1683年發生了一場很重要的維也納之戰 其實這不是土耳其第一次攻打奧地利 早在16世紀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蘇萊曼大帝的時候 土耳其向西西征的時候最遠就已經打到了維也納城下 只是在當時因為天氣惡劣的關係還有補給的關係就沒有把他打下來 但是這一次呢 土耳其的蘇丹莫罕默德四世 就是想要延續仙人的榮光 讓整個歐洲都布滿了清真事 所以他就決定要派出大軍攻打奧地利 但是維也納本身就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堅固堡壘 所以那個時候即便土耳其派出了超過10萬人的大軍包圍了維也納 但是整整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都沒有能夠打下來 再加上呢 後來的土耳其指揮官犯了一些錯誤 還有決定了一些錯誤的戰略 最後呢 這場戰役就在奧地利的守軍的抵抗 還有波蘭元金的幫忙之下呢 把土耳其的軍隊打得是丟虧卸甲一敗塗地 而且鄂圖曼帝國的國力也在這一場戰爭之後呢 每況愈下越來越糟糕了 不過就是在這一場維也納大戰之後 那些維也納人他們在清理戰場的時候 在土耳其軍隊的不羈坪裡面 發現了好幾袋黑色的豆子 但是因為當時大部分的歐洲人都還不知道咖啡是什麼東西 那剛好呢 那個時候在奧地利的軍隊裡面 有一位跟土耳其打過交道的間諜商人 所以啊 後來在戰勝之後 奧地利的皇帝就把這些豆子賞賜給他 而且還給他20年的咖啡專賣權 所以這個商人呢 就在維也納開了第一間的咖啡館 不過他的咖啡館一開始的生意並不是太好 因為他是用土耳其人的咖啡做法 所以呢 奧地利人跟我們一樣也喝不太習慣 之後呢 他才慢慢的開始改良 然後學著把咖啡渣過濾掉 之後呢 就慢慢有越來越多人能夠開始接受喝咖啡 然後咖啡呢 也就慢慢的在歐洲越來越流行了 不過呢 故事說到這邊還沒說完喔 因為在這場維也納大戰之後 其實還出現了一種很有趣的實物 據說啊 當時的土耳其軍隊因為在圍城的時候覺得礦石廢日 實在太久了 所以他們決定要在某一天晚上的時候 用挖地道的方式來發動騎襲 但是呢 當時在挖地道的時候 被那個時候在奧地利熬夜工作的麵包師傅給發現了 所以這些麵包師傅就去通知了他們的軍隊 所以成功的阻止這場棋席 而在奧地利勝利之後呢 這些麵包師傅為了要慶祝 就製作了一種能夠代表土耳其的彎月席麵包 那吃下這種麵包呢 就很像象徵的戰勝了土耳其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呢 這種麵包就大受歡迎 連後來的奧地利公主也很喜歡吃 而且呢 這位公主就是後來嫁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瑪利安東尼 那因為她喜歡吃的原因呢 所以就把這種麵包給一起帶去了法國 後來呢 這個麵包經過法國皇家的麵包師傅改良之後 就變成我們現在吃的可頌麵包了 大家知道嗎 法文的可頌 就是彎月的意思喔 是不是很有趣咧 不過其實土耳其人喝咖啡 除了本身有歷史的故事跟淵源 還有他們茶餘飯後會用喝完的咖啡渣來做占卜之外呢 其實也跟他們的傳統習俗有一些關聯 因為土耳其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 所以對於男女之事呢也比較保守 所以像他們在早期婚姻大事也是透過父母之命跟梅索之言 那所以要認識的男女雙方彼此第一次正式的見面可能就是在相親或者是要提親的時候 那通常呢這個時候女方為了要表現自己對於做家事的能力 就會讓女兒呢去幫每一個人烹煮一杯土耳其咖啡 而這個時候呢如果女方本身對男方是滿意的 就會在咖啡裡面加上很多的糖 代表自己也很滿意 但是如果女生對於男方不滿意呢 就會在這杯咖啡裡面加上很多的鹽 代表自己不喜歡 所以只要男方的人喝了這杯咖啡就知道這門親事到底會不會有結果了 不過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土耳其其實是很世俗化的穆斯林國家 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是自由戀愛 只不過跟我們台灣一樣 雖然男女雙方在結婚之前早就互相認識了 但是去提親的時候呢這個傳統的流程還是會跑一遍的 只不過變成現在很多的土耳其女生呢 會在煮咖啡的時候給自己未來老公的那一杯裡面 故意給他加很多鹽 那男生喝到的時候呢 不管這杯咖啡有多鹹你都要忍住 不可以吐出來 這樣呢才表示婚後不管老婆的廚藝好不好 男生都會接受跟忍耐 是不是很妙 不過雖然土耳其咖啡很有名 但是現在的土耳其人喝的最多的其實是茶 很多人可能會以為喝茶喝最多的應該是中國人或者是英國人 但是實際上世界上喝茶喝最兇的其實是土耳其人 一個土耳其人一天至少會喝六七杯的茶 所以如果大家去土耳其旅遊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 每當那個遊覽車停下來休息的時候 導遊跟司機他們不是跟我們一樣先跑去廁所 而是會先喝上一杯紅茶 那為什麼土耳其人會開始喝茶呢 因為從我們剛才說的維也納之戰後啊 其實土耳其的國力就越來越糟糕了 一直到了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整個鄂圖曼土耳其就已經瓦解了 一直要到1923年的時候才建立了現在的土耳其共和國 那之前產咖啡的阿拉伯半島那些領土都已經沒有變成別人的了 所以咖啡對土耳其人來說就變成了進口貨跟柏萊品 所以價格也就變高了 那為了要取代咖啡的需求呢 所以土耳其人就試著開始要種茶葉 不過一開始因為氣候條件的關係 所以茶葉的種植沒有非常順利 一直到後來他們發現在土耳其的黑海附近 有一個叫做里茲的地方呢 氣溫條件都很適合種茶葉 再加上當時的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默 也大力的支持還有推廣人民 多喝茶少喝咖啡 加上茶葉的價格也比進口的咖啡便宜 所以慢慢的就越來越多人開始去喝茶了 不過啊土耳其人喝茶的方式跟我們不太一樣 在台灣我們大部分習慣喝的 都是用那種整片曬乾的茶葉去泡的綠茶 但是土耳其人喝的大部分都是紅茶 而且他們呢 用的通常都是那種碎碎的茶葉 然後用一種很特別的上下分開的那種子母茶壺 在下面的茶壺煮開水 煮好了之後再倒進上面的茶壺 把那些茶葉 碎茶葉用類似燜煮的方式 浸泡成那種比較濃厚的茶湯 等到要喝的時候再把那種濃茶跟開水 一起倒進這個郁金香造型的那種茶杯裡面 旁邊呢再附上兩顆方糖 就變成大家的熟悉的土耳其紅茶了 不過啊土耳其人通常呢 不會在茶裡面加太多糖 尤其是他們配甜點要吃的時候 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土耳其的甜點是超級甜的 真的完全可以甜死麥糖的 所以呢如果紅茶還本身在加糖的話 就真的會讓人受不了 另外啊他們不管是冬天或夏天 喝的都是熱紅茶 而且跟咖啡一樣 紅茶也沒有人在加牛奶的 所以呢土耳其人基本上是沒有在喝奶茶跟冰紅茶的哦 下次呢如果有機會去土耳其的話 不要忘了土耳其咖啡跟土耳其紅茶都要喝喝看哦 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給各位的土耳其食物的故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各位喜歡今天的故事 或者是你也有什麼想聽的故事 也歡迎你在Apple Podcast底下留言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到 蕭一丈旅行團的IG私訊或者是留言給我 也請大家多多訂閱跟分享我們的節目 最後啊跟大家說一個小秘密 就是一開始我說跟我一起去星巴克喝咖啡的那位朋友 他其實也是一位非常厲害的領隊 而且他也有自己的Podcast的節目哦 如果大家喜歡聽旅遊的故事的話 或者是你對滑雪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Apple Podcast或Spotfi 搜尋艾維斯52赫茲頻道收聽哦 那蕭一丈旅行團我們就下週見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週見